准总统赖清德 520即将要走马上任了 在今天传出的是 即将会公布自己第一波的内阁人士 我们先来看到 外界普遍的分析是认为 他的起手是很保守 但是呢 国安团队 有人认为是老绿独男 好 这样子的安排 是不是要跟对岸来挑衅呢 我们先来看到 内定的行政院院长 是由卓荣泰来出任 另外呢 副院长职务则是由郑立军 这些都是内定的名单 好 再来看到 在国安团队布局的部分呢 现在传出的是 原本的国安会秘书长 则是这个顾立雄的部分呢 则是会转任国防部长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顾立雄将会是 第七位的文人部长 好 另外同样也是国安团队 而国安会秘书长一职呢 则是由原本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来担任 另外呢 国安局长蔡明燕 则是续任 好 这些名单都只是内定而已 我们来看到 在这一波 除了这个国安团队的名单之外 内定的新格魁名单 还有哪些人 好 刚刚已经告诉您了 行政院三长 这个政副院长的部分 是由卓荣泰搭配郑立军 另外行政院秘书长的部分呢 则是由原本的国发会主委 龚明星来担任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 民进党秘书长则是由原本的内政部长林又昌来担任 好 另外呢 内政部长现在传出的这个人选是刘世芳 好 刘世芳一直以来被外界认为是成局的人马 还有交通部长李孟燕 好 李孟燕这个人呢 则是赖清德的嫡系人马 因此呢 现在外界也有很多分析开始出炉了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罗志强的部分 罗志强他认为说 其实从名单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看起来只是想要找一个分身传身头 能被他掌控的人来担任行政院长 因为卓荣泰一直以来就是赖清德的嫡系人马 而且现在外界普遍认为他是非常听话的人 好 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春成 他则是认为摊开这份名单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有非常强的赖世风格 好 我们再来看到包含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传出的人选是郑立军 好 郑立军呢 再来看到副总统萧美琴 这两个人有人说是左右手 两个美丽女人静和即将要开始了吗 好 但是党政人士的分析是 其实郑立军跟肖美琴是赖清德团队非常非常奥妙的安排 因为两个人其实是很好的姐妹 分别是所谓的政策型跟征战型的人才 政治历练跟性格路线都不相同 其实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种竞争之间的关系 好 这个部分呢 是有关于这两个女人的战争 难道要开始吗 我们再来看到国安团队是这一回外界高度聚焦的 亮哥他的分析是认为说赖清德其实有洁癖 他认为军队当中有一些腐败喔 好 顾立雄之前在金管会也没有听到一些手脚不干净的事情 因此比较清廉 所以呢 这一回才有可能是所谓的文人部长出现的原因之一 不过国民党立委徐巧新则是提到了 他认为说国安团队的人马是所谓的老绿毒男 赖清德自己本身就已经是台独了 好 国安团队更是独上加独 因此呢 可能会向对岸传达一些挑衅的意味 好 吴思怀呢 外界有问到他说 认为说这个国安团队人马上任之后 会不会立刻推动所谓的去中还有反讲之类的呢 好 他的认为是应该不至于立刻出现暴冲的状况 但是呢 隐性的改变是一定会有的 军中高层干部也必定会有人设法去迎合高层的喜好 再来看到呢 这个是时事评论王黄阳明 他认为说传言在选前因为大陆发射卫星火箭 发布的一个国安级的警报 好 当时就是有所谓的国安会所主导的 好 那么顾立雄呢 担任的是国安会秘书长一职 因此在选后 现在内定国防部长 他认为说 顾立雄的人事安排 其实颇有赖清德报恩的意味 但是呢 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有人认为说吴钊燮如果担任国安会秘书长 他会感到比较担忧哦 这个是陈玉珍的分析 因为他认为说吴钊燮跟外界有比较战狼的感觉 好 当然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看到这一则相关报道 为什么这一回的所谓内阁人事的布局 第一波公布的国安团队 大家的解读又是如何 好像是郑立文就有说他认为名单当中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百分之百就是在听美国的话 赖清德选上总统时的感言承诺人事布局会用人为财 如今媒体抢先曝光内阁人事 外界关注了隔魁人选传出内定前民进党主席卓榮泰 王世坚肯定之于反酸素内阁一波 卓榮泰的经历当过民进党主席 总统府副秘书长 行政院秘书长 可以说是府院党经历全包 就算不是赖清德的梦幻人选 也是口袋里的可靠人选之一 绿营人士指出这回大选 卓榮泰是赖清德的左膀右臂 身段够软能跟在野沟通 而且又是泄系背景 显见赖清德用人国政运作流畅的考量 胜过于派系因素 这也表示赖清德口袋里头没有人了 那这是一个他唯一务实的选择 我想赖清德他想要朝一个总统制的方向 去做运作 换句话说 葛葵就是总统的幕僚长 只是总统的分身 所以这一次你会看到未来的执政 还有内阁的运作 一定是百分之百赖清德意志的展现 至于国防部长名单 传出就是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顾立雄本来想从超律师工作 但受到蔡英文和赖清德倚重 因此点头复命 预期将是第七位文人部长 更意味着赖清德延览蔡英文的国安团队 就是一个强烈的讯息 百分之百依照美国的意思 对外虽然宣称它是整个延续 蔡英文的国安路线 那他也把蔡英文的国安团队 几乎是全班照收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向美国保证 他会绝对听话 而且让美国安心 赖政府的内阁轮廓 一个听赖清德的一个听美国的预料 将是一个听话内阁 介绍闻醒林陈佑台北报道 总统赖清德传出在今天即将要公布 第一波的新的内阁人士了 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了解国安会秘书长 顾立雄即将转任国防部长 好对于这个部分呢 接下来听一下前立委蔡政员的分析了 他说过去美国老是觉得 我们的国防部长不太听话 所以呢这一回找一个完全不懂的人 那么一定就会百分之百听美国的话 让美国开心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让美国爸爸高兴 能够满足美方的需求吗 美国老是觉得我们的国防部长 邱国正已经非常好了 觉得邱国正不太听话 以前军人部长都会有自己的主张 就像李将军讲 他们从年轻室念军校 就在台湾各地跑来跑去 哪一块土地哪一块丘陵 台湾的这些军官不守的 可是要照美国的打法行吗 他们都有抗拒 邱国正其实也不例外 可是美国人觉得 这不听我话 所以找一个完全不懂的人 一定百分之百听美国的话 这是最重要的功能 让美爹开心 让美国爸爸高兴 这是台湾的国防部长赖清德 为了要讨好美国所布的局 你说这个 我们的顾力熊大律师 当了这个国防部长 他敢跟美国谈什么国防政策 谈什么战术战略吗 他一窍也不通 他怎么去谈 就没办法谈 他在立法院有谈过 训练过什么国防议题也没有 他一辈子里面从来没有接触过国防国安 可是他有很大的优点 唯美是从 唯美所终 就够了 因为这个赖清德也好 蔡英文也好 执行的是韩国语路线 国防靠美国 只要美国说yes 不能说no 这个就是目前民进党的现状 他们一方面搞台独怕有危险 就要靠美国去跟中国沟通沟通 一方面台湾的军队 他害怕台湾的军人不听话 因为他们刚砍了台湾的军人的退休待遇 觉得哪一天搞不好叫不动 可是蔡英文都是用军人当国防部长 因为他比较熟了 他以前在小英基金会 就找冯四宽去拉拢一些退休的军人 那你赖清德从来没干过这个工作 所以他跟军人之间是有隔阂的 而且看来看 军人好像都是蔡英文的人 都蔡英文时代提拔 他也不放心 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感 干脆把所有的国家安全 托付给美国承包 那美国你要多少钱就给了 真的你觉得赖清德会唯美是从 不是王美花的美 当然当然不是王美花的美 赖清德不一定会唯美是从 因为他想搞台独 美国有时候动不动 就会派罗森伯格 把他加上手铐脚鸟 他也不太方便 不愉快归不愉快 他知道现在不靠美国不行 那好了好了 我就国防包给美国 就找一个承包商 很懂得写承染企业的 这个顾力雄来做嘛 你美国买什么武器的时候 他就统包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的军方老是 对美国强迫我们买的武器 是很有意见的 不要以为只有立将军 跟帅将军会有意见 我跟人家都有意见 可是美国很恼怒啊 不知道你我懂还是你懂 是你靠我还是我靠你 没办法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第 二 二 大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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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二 一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